總統在清德在8月28號找各派系要繳道 總統官邸舉行便當會 會中針對各大集進行溝通協調 未來也會每兩個月舉行一次 這場餐續大約一個小時 各派系都有兩名代表參加 名單是賴總統清點 新潮流由林錫耀 段儀康出席 英系是陳其邁 翁張良 鄭國會 林佳龍 林佑昌 永言會 王定宇 顏曉晶 蘇系 蘇巧惠 張宏露 綠色友誼連線 陳盛宏 林一邦 以及府院代表 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 新選長卓龍泰 以及國安會資委馬永成等人與會 而會中賴總統也針對2026選舉 交換意見 總統說目前以國政為主 不要對外討論選舉 希望各派系約束成員 他也允諾不會沒收初選 而陳其邁則分析高雄初選挑戰者重 就有與會者開玩笑說 潘孟安也是不錯的人選 讓潘孟安趕緊搖手說 不要害我 總統允諾公平公正公開的初選提名機制 也是我意料中事 我們最後一定都會團結支持黨提名的人選 賴清德主席的宣示很重要 就是做好當前的工作 透過民主的機制 推動高雄的進步與發展 綠營黨內人士分析 並黨會都是各派系要角 可以比中常會更直接和各派系溝通 而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最先民調 賴總統聲望贊同百分之四十六點六 不贊同百分之三十八點五 跟八月相比不贊同度飆升七個百分點 險見未來的執政挑戰多 賴總統延續派系共治傳統 目標穩國鎮拼二里二六 三次皇上博有本台幣纜綜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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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維